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种超跌状态 也就是跌到它不该跌的位置上 一般被称之为超跌 那么超跌呢 不是说跌幅比较大的股票呢 就是超跌股 有的时候一只股票啊 连续每天下跌一个跌顶板都不应该叫超跌 超跌是什么呢 是什么状态呢 是那个股价越来越远离大家的持仓成本区 这种状态呢 叫做超跌状态 比如说呢 这一段时间内 大家平均是在十块钱左右完成的减仓成本 但是呢 现在股价很惨 现在股价也就是七八块钱了 这种情况下呢 所有人都赔得很凶 然后没有人获利 那那个股票它的那个成交量呢 越来越低 那这种状态呢 一般被称之为超跌状态 那么这么去定义超跌呢 就有一些粗糙 那我们还可以设计一些技术指标 更精确的规定的那个超跌状态 那么一个近似的那个去捕捉超跌呢 就是测量超跌呢 就是那个惯例率 那么更精确的测量超跌状态的呢 这指标呢 叫短线盈亏 它就是把一段时间市场的当天股价距离平均持仓成本有多远 这个呢 这个距离就是它下跌的百分比 或者上涨的百分比 作为一个指标 这就叫短线盈亏 那么短线盈亏呢 那个一般取13天为那个为的测量值 这个值呢 它比负20%要是还要低的话 我们就把这只股票称之为超跌状态了 如果要是低过负25% 那就叫严重超跌 它是什么样的市场概念呢 就是这只股票呢 13天内进这只股票的人平均亏损到了20%和25%之间 这种状况就是属于超跌状态了 那么程老师 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超跌股票它都可能反弹呢 那倒不一定 这个反弹呢 就还是你的冰邦球案例啊 它反弹呢 它能弹起来呢 你还得有弹起来的空间 如果说它下跌了之后呢 那上面呢 你给它盖上一块板 它就弹不起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不仅仅是要看那个是否那个超跌 还有看它反弹的一路反弹上来之后啊 有没有一些个成交密集区作为反弹的障碍 如果存在这个障碍 这只股票就反弹不起来了 这样呢 这一点呢 咱们可以看那个电脑画面 像这样一只股票呢 它就是出在超跌状态了 咱们可以一一看那个它的技术指标 大家看这个指标 这个指标就叫短线盈亏 它是告诉您 现在 从现在往前13天内入场的投资者 如果还拿到 拿着这只股的话 它的平均浮动盈利是多少 比如说这样一根K线 它的短线盈亏值是正的19% 也就是说这十几天内入场的投资者 平均都挣了19%的这么大幅度的盈利 那这个呢 就跟超跌正好相反 它是一种超涨状态 然后所以它引发一个回调 把它纠正 然后再可以继续上涨 那么咱们回过来 还是回到咱们的主题 那么看最后一根K线 这根K线的超跌是多少呢 是负25% 这就是我们说的严重超跌状态 那负25%又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两周半左右入场的投资者 平均输了25% 统统被套 那这个时候呢 这些被套筹码 那个就没有多大抛压了 因为大家割25%的肉还是比较困难的 那么再看它反弹空间 因为套牢盘是在这个位置上 现在的股价是在这个位置上 那么现在的股价距离套牢盘有多远呢 大约是40%左右的空间 那么在这空间内基本上没有多少筹码 这就是我们说的既超跌了又有足够的反弹空间 那么这个反弹就一般情况下就可以发生了 大家看随后呢 它用了两天的时间 反弹了大约10% 这个时候再看它还超跌多少呢 由25回到负的17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 那么随后呢 它又跌了一把 这时候再看它的超跌状态 它又回到了负25%附近 等于说再次超跌 那么再次超跌呢 它就再次反弹 又是一个10% 你看啊 抢反弹呢 也不是什么十分困难的一种操作 就是看它是不是超跌 如果是超跌的话 再看一看有没有反弹空间 这样的话呢 这个反弹呢 也就差不多就可以做下来了 主要还有一个原则呢 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这个就是抢反弹必定是个风险比较大的操作 就是你抢到了 或者挣到钱了 就走 然后没挣到钱 也得走 看来呢 抢反弹呢 并不是很难 最困难的呢 就是陈老师在上期中所说的 只有逃顶的人才有机会抢到反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